今天,唯一是要跟你讲一类经典的中考压轴题 90度的妙用,也就是巧用直角 它属于代己综合题 只要掌握了求解它的方法 你就又学会了一个之12分的大招 来,咱们一起见识一下来自四川省的中考改编题 称味十足,肥肠辣哦 如同所示,这是泡物线Y等于X方简易 它的顶点是点M,标上坐标 与X轴交于这个点A和这个点B 过远点O,随便画一条直线 与泡物线交于CD两点 求正,线段CM和线段DM垂直 那要正垂直,一般人都会想到高固定理的逆定理 但你感受一下,用高固定理来算这道题,那就是个坑啊 不想跳坑怎么办?为师来给你指条明路 要正这个角是直角 你就向这条直线做两条垂线 只要这两个直角三角形相似,就能得到这个角是直角了 那回到图中,先过点M做X轴的平行线 然后过点C和D做平行线的垂线 得到两个直角三角形 如果这俩直角三角形相似,就能证明这个角是直角了 可怎么证明这俩相似呢? 看为师从边这下手了 如果边CG比上边GM和边MH比上边HD相等 那就可以说明这两个直角三角形相似 接下来咱们试试吧 这条直线是随意化的 不妨假设解析式是Y等于KX 然后和抛线的解析式连利 消去Y,得到X的平方 减KX减1等于0 那它的两个根就是点C和点D的横坐标 接下来用求根公式求一下这两个根 神呐,这好复杂呀 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当然有 就是伟大的伟达定理 也就是两根的乘积等于-1 如果点C的横坐标设为M 那点D的就是-M分之一 再把横坐标带回抛物线解析式 可得C和D两个点的坐标 好了,把坐标标在图中 然后就可以求边的长度了 先是这个直角三角形 边CG的长 当于上面的点C减去下边的点M 得M方 边GM的长 当于右边的M点减去左边的G点 得-M 同样的 这三角形中边的长度也都是大大减小的 算出这条边等于M方分之一 这条边为-M分之一 至此四条边都算出来了 那就验证比例是否相等 左边是边CG比上边GM 也就是M方比上-M 画减得-M 右边则是对应边MH比上边HD 也就是-M分之一比上M方分之一 画减得-M 左右相等 看来这俩三角形的确相似 可得脚CMD确实是90度的直角 至此中考12分 咱们就拿到手了 好了 最后来总结一下 以后要证直角 当你发现高固定理逆定理不好用时 就可以像这样做垂线 只要能证明这两个直角三角形相似 就能说明这个角是直角了 当然在计算过程中 我们可以利用伟大的伟达定理来简化计算 怎么样 这道来自四川的中考题 是不是腊味十足啊 就能证明了吗